马来西亚自由行的第八天 大家好 我是夏天 大家好 华姐 我们现在在这个吉隆坡的火车站 我们一会儿就要坐火车去往槟城 这个车站呢 就是我们上次飞机刚到吉隆坡的时候 坐机场大巴来的那个中央车站 就是导车的那个车站 在这里就可以坐这个去槟城的火车 我们先去买点吃的 火车要坐四个小时呢 买点吃的带到这个火车上 请问去槟城的火车是这里坐吗 Excuse me Is this the right train to pin in? Yes, it's the right What time? 我们买的是一点半的这个火车票 然后它这个地方要一点才能进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它这个地方因为里面的位置可能比较小 就一班次走了 下一个班次的人才能进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外面这边 这有个区域 可以坐这等一会儿 我们是在网上订的票 幸好在网上订了 我们是头两天就订了票 结果我们准备想坐11点多那个班次 都已经卖完了 然后这一个班次也就只剩几张票 而且像我们这样连坐的 就两个人挨在一起的座位 就剩一套了 对就是 要不然我们连这一趟都买不上 亏得买得及时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从吉隆坡去槟城 最好是提前几天在网上订票 要是当天到这来可能班次会比较紧张 对估计就买不上了 我们早上没吃啥东西 刚刚都买了面包 刚好这会儿可以先吃一点 我吃个三明治 华姐说她想吃个辣的 刚刚买了一个带辣味 买了好几个面包 大人找去 对 这个是带俩辣椒的 也不知道买啥带着路上好吃 也就面包好带了 买一堆面包 尝尝吧 感觉它这可能是加一点馅吧 应该是 要不然不会是辣的 掰开看看 炒一下 感觉也蛮辣 你尝尝哈 还可以 还可以 面包是甜的 然后那个是辣的 我揪一口 我不敢吃辣的 我想揪一小口尝尝 它这面包要不是甜的就好了 还有虾的味道 哎呦 好怪异的味啊 嗯 刷马 可以进来了 马上就该我们上车了 就是这趟火车了 我们是F 它这每一节车厢上都会写的有字母 我们买的是普通座位啊 一个人是81码币 然后他还有商务舱 一个人好像是150多码币 商务舱的环境会更好一点 而且好像是从头到尾都有吃的喝的啊 F就是最后这一节了 F就是最后这一节了 从这上就行了 我们是6A和6B 这边是14往前 再前半个 哦真的好冷啊 我待会儿再把羽绒服拿出来 太冷了 在左边 华姐这 对 看 6A 6B 你看我把这个羽绒服掏出来 然后刚刚周围投来了 羡慕的眼光 华姐她说她穿两件外套 博外套 把我的这个博外套也穿上了 但是她够用了 我觉得我穿上这个刚好 就不觉得冷了 可以 这个车的空间还蛮舒服的啊 对 它马来西亚有好多的火车啊 都是由咱们中国制造的 而且是那个 就由咱们的那个中车 为他们专门研发定制了 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那种 迷鬼动车组 啊 腿部空间的位置也都还可以啊 对 你看这还有可以 踩踩脚的地方 我们把我们喝的水面包都放到这了 感觉蛮好的 冷气足吧 虽然会有点冷 但是空气会好很多 这边火车的时速比较低啊 我刚看了一下 每小时低的时候五十多 然后高的时候也就在一百公里左右 咱们国内的动车速度还是快啊 普通的好像就两百两百五 对两百多 最高的什么复兴号 可以四百多 对 所以你看它这其实不远 到槟城也就三百多公里 但是要坐四个小时 就时速太大 嗯 要是在我们国内的话 也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嗯 想去远方 想看世界的模样 想让自己闯一闯 就算会遍体领伤 忘掉过往 想让自己不伪装 想看活着的模样 想让自己能绽放 有些人们 有些人们 总是在独自幻想 不够勇敢 没力量 只好放弃了定康 不要这样 不要像他们一样 人生有万丈光芒 应该像花儿开放 我们现在到了 现在都已经五点五十分了 从这排队出去 然后还要做一个轮渡啊 才能到乔治市 显示坐船 要从这边走 好长呀 这一截 在这个窗口就可以买船票 我们刚好赶上了六点的船 买了一张六点的船票 两个人是六块人民币船票 一个人三块钱 哇 走到这就闻到好重的海心味 哇 好满啊 右边是摩托车的 左边是可以有座位的 这个轮渡时间应该挺快的 应该也就十分钟左右 差不多就能到了 哦 这样的耳朵 这里面有空调还可以 那边有一个跨海大桥 我们下船了 哇 闻到饭香了 我们先去找酒店吧 把酒店弄好了 在附近再去吃点 我们刚刚叫了一辆网约车 刚刚导航了一下 从这里到我们住的酒店 大约还有一点多公里 不到两公里 所以我们叫一个网约车过去 这里就是乔治市了 到槟城了 马来西亚这边用网上叫车 它不能就是在手机上支付 要付现金 我们在泰国它叫车的时候 是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就支付掉的 冰城州这个乔治市 整个市区 它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它有很多的这些老建筑 保存的都比较完好 我们今天的酒店 一进来有个小沙发 我在网上订酒店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这普遍的酒店 就是房间特别小 对 有冰箱 保险柜 还行吧 还行吧 起码干净 就是 这是马桶 洗妇台 然后淋浴 前面我找酒店的时候 找了好多酒店 太小了 几乎就是一张床 没有啥空间 所以我们尽量找的大一点 这间房间210 还行 但是这边 除了那个旅游税之外 因为我们订的酒店 是在国内平台订的 它已经包含了旅游税 不用额外交 但是它这还比吉隆坡 其他的地方 还多一个税 就是叫遗产税 因为这个乔治市 是世界文化遗产嘛 每晚两码币 但是朋友们 从今天以后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 什么酒店呀 餐厅呀 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拍名字了 因为我们 我们发布视频的某一个重要的平台 它改规则了 就是如果出现了推广信息 平台系统便认为 如果是推广信息的话 我们整条视频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没有办法 之前都是给大家分享的很清楚 方便大家来的时候作为参考 或者直接不愿意找 就按照我们找的去住 就很方便了 是吧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但是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每个地方大概的一个房子的情况和房价 包括我们吃的一些 餐的一些大概的一个价格 这些是跟大家可以分享的 但是不能拍了也不能讲了 就连评论 你干啥呢 就连评论区里面 都不能说什么品牌呀名称啊这些了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也不要问了 没有办法 但是朋友们 其实找酒店一点都不难 就是要花点时间 大家只要愿意花点时间 大家只要愿意花点时间 在那些平台上多去看看 多去看看评价 多去对比几个平台 其实没那么难 你看我们每次找酒店 基本上找的还不错是吧 就是找到不好的也有就很少 就是因为你要多花点心思 其实也不难 还可以我们休息一会儿 出去吃个饭吧 我好饿了 嗯行咱们赶紧去吃 我们酒店一出来 这对面有个24小时超市 往这边走走找个吃饭的 我们这个酒店就在它的这个老街区这边 所以到哪个地方应该都是比较近的 哇离我们酒店很近的地方 这有个美食大排档啊 哇这边吃的还挺多 对这边是海鲜 你看那边有泰国餐 这边有中国风味 还有水饺的啊 好多哦 嘿嘿嘿 可以 都看一看 这是小香港啊 嗯 你看 有各种粉汤 还有粥 鸡肉粥 它这个饭物价确实要比吉隆坡便宜 你看这个沙堡猪肉饭才十码必 像这样的饭如果要是在那边的话 得得相近二十 对 至少在十五以上 嗯 你看它这个干锅肉骨茶才十五 是 这边汤面都是七码必 你看刀削面十五 嗯 滑解这两天吃甜的太多了 就是老想吃点什么辣的呀什么的 嗯 这都是还有好多凉拌菜 对 可以在这你想吃菜也可以了 对啊 这个黄瓜拌金针锅也不错 十二啊 然后这还有饺子 我们先看看 谢谢 这个叫铁板猪肉饭 这个是十码币 也就十五块钱 然后饺子 两种馅的 然后滑解 然后加上这个菜 这个整个是四十三块钱 嗯 然后两杯饮料 是十四码币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 赶紧先尝一下喝 滑解前两天都说想吃饺子了 对 我先尝尝饺饺子 嗯 这个应该是韭菜 韭菜猪肉的 哎呀 说马币的话 大家乘以一点五 就是咱们人民币 嗯 可以吗 好吃 东北人包的饺子 味道还是不错的 对 这个老板是东北人 刚刚聊了两句 说是来这已经十年了 嗯 要了一个猪肉大葱的 一个韭菜猪肉的 我吃这个是猪肉大葱的 嗯 尝尝这个凉拌菜 这个是金针菇 黄瓜 还放了一点花生米 嗯 可以 晚上我还是喜欢吃这种 哈哈 今天可以吃得舒服了 哎 他们这里面蒸的好好哎 而且五湖四海的饭菜 在这里都会有 对 肉的味道还是香的 就有点咸了 咸了 嗯 哇 这个鸡蛋 哈哈 看着还不错 嗯 看着还是可以的 西黄块 嗯 你就喜欢吃这种 我喜欢吃这种的 嗯 就觉得一下 就觉得嘴里很舒服 真的 居然能吃上饺子 嗯 好吃 嗯 觉得在冰城未来的几天 会很舒服 对 哎呀今天吃爽了 过两天我们再带大家去 尝尝冰城当地的特色啊 嗯 我们今天就回去休息了 明天我们有一个神秘嘉宾哦 哈哈 本地的一个帅哥 嗯 要带我们吃好吃的 带我们转一转这边 对 而且 他还有一个 身份 他是我们的亲戚 你们信吗 哈哈 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有亲戚了 哈哈哈哈 明天给大家介绍啊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